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掌停板梯队开始出现出相关的一个断层 这里即使没有断层 进级的呢 就是说在这个中卫进级的时候呢 进级的也是比较少一些的 这也是明显的一个情绪转入的信号 第二个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板块呢 是这个深圳板块 深圳板块也可以称之为今天最强的一个板块了 主要相较于什么 主要相较于军工 移苗这些板块呢 它能它更新一些 在题材炒作里面 新是非常重要的 快鱼吃慢鱼的一个游戏短线 那么越老呢 相对来说是越危险 深圳的核心股肯定是以这个盐田港为基础的 理由是有考察嘛 对不对 分支方向主要是东莞这个方向的 包括新疆大连等等都是一个逻辑嘛 第三个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板块呢 是这个医药板块 上周炒了一周 整体是一个尾端的一个行情了 尾端行情里面在炒作的时候 要么是什么 要么是一些新发掘出来的 要么是什么 要么是一些优胜劣汰渗出的 但是这个这个点是吗 如果说一旦淘汰被失败了 以什么 以这种大面居多 最后一个和大家说的是这个军工方向 军工方向炒作到现在呢 整体来说是以这种叠加比较好 比如说像军工加什么 军工加北斗是比较好 对不对 然后还有个什么军工加区块链 也比较好 军工加深圳也比较好 单纯的军工呢 单纯的这种军工呢 就不是很好了 为什么前面 包括中传前面已经炒了这么多的 单纯的军工呢 已经什么 已经挖掘的差不多了 基本上接近挖第三尺这种炒作了 这是今天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方向 另外大家可以看一下 目前整体的涨定板主要还是以什么 以手板二板居多 这种高位的已经什么资金开始明显出 呈现出一个相关的一个恐慌了 第二点 我们来看一下涨情相关的一个数据 大家可以看一个相关的数据啊 昨天是一个226家 然后的话今天涨停板的加速是减半了 只有97家 然后炸板率什么 涨停板加速减少了就算了 炸板率还是翻倍了 从17%呢 增加到什么 增加到了这种43% 我昨天复盘也和大家说过 无论是从涨定板的高度 数量走势指数来看 昨天都是这种情绪 昨天都是情绪极致高潮了 今天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分化 可能很多人还理解不了啊 这里面就是一个标准的什么 这个就是标准的一个情绪周期的一个理论了 昨天就是一个情绪的一个什么 就是情绪的一个最高点 那么分化呢是必然的 如果说你没有这个情绪的一个大举观呢 肯定是不行的 只能看到眼前的一亩三分底是不行的 所以的话顺便今天呢 帮大家整理了一份情绪周期的一个理论吧 包括五个 包括五个类别与九个阶段 需要的朋友呢 可以私信三个六 领取一下 这是相关的一个理论 那么最后的情况下 我们再来看一下大盘的一个情况呀 关于大盘的一个情况下呢 今天想和大家说的 关于大盘的情况下 今天和大家说的呢 主要的我们第一点还是来看一下市场 先看一下市场两市的一个量能 今天软件打开一下 今天两市的一个量能呢 今天两市的一个量能是 一点差不多是一点 1.36万亿 这个量能相较于昨天呢 还是什么 还是相较于昨天还是成年珠一个放大的 但是这个量呢 还是相对于前高这一块1.7万亿 总体来说呢 还是要少一些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什么 距离前期的顶部 其实上证这一波反弹是跟着什么 跟着创业板走的 创业板因为什么 创业板反弹更进一步 接近前高位置更多一些 结果呢 是冲不上去 今天创业板跌的也什么 跌的也更多一些 那么目前这个位置呢 其实要么是吗 其实呃往往两个点吧 要么是突破往上 要么是吗 要么是这种掉头往下 总体来说呢 我个人感觉还是比较难判断 个人是有点判断不准的 我个人的一个观点 认为是什么 认为还是有点难的 第一个是吗 第一个 它的一个量有点 量有点跟不上 前面的一个1.7 这边才1.36 并且还是 还是要差一些的 对不对 第二个原因是什么 第二个原因是没有这种 缺乏这种 有气质性的 扛旗冲关的板块 比如说这波 在冲的时候 冲3000点的时候 对不对 创伤打头震 一直往前面冲 突突突冲 比较顺利 那么这一波如果说 你要再冲过这个高点 用哪些来打头震 或者说 有哪些这种扛旗板块 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难选 之前老的像券商 可能说有点疲劳了 所以说近期券商 都是拉一波套利 拉一波套利 连二板这种高度 都有点打不上 最后落实到具体的 一个操作过程中 可能说 就说既然 既然这种冲关 未必说 未必说不能冲过去 但是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难的 无论是从量的角度 还是说从扛旗板块角度来看 那么最后落实到相关的 一个操作上 我个人的一个建议是什么 轻一些 仓位相对来说轻一些 然后还是晚一些 出手相对来说晚一些 因为A股是一个 替加一交易制度 如果你早盘 直接急冲冲的冲进去了 结果掉头往下了 可能说这就是什么 跑也跑不掉 对不对 还有一个什么 低一些 尽量的选一些位置低的 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 今天涨定板 更多的是吗 手板跟二板 然后三板以上的 相对来说就比较什么 就比较少一些 好 以上是今天呢 我是古道德龙哥 感谢大家收听收看